Hello,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呀 今天视频来看一张显卡 这是一个七彩虹的 RTX3080的显卡 据这个卡组描述,说是在其他地方修了 但是没有修好 然后后面也没沟通好 所以呢,索性直接就把这个显卡寄到我这里来了 那么我呢,从来没有指名到新的在视频里提过某个同行 但是今天我得提一下这位老兄 先看这个名称啊,四个字,居然有三个是跟我重复了 我当年决定账号名称的时候,可是先在网上搜索了一遍 不要说从名了,连类似的都没有 这位冷修呢,跟客户闹了几次纠纷,结果呢被人挂在网上 然后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纷纷在我视频底下开始留言,攻击骂骂 不过我了解真相之后,我也没把他们当回事 所以各位小伙伴们还是要擦干双眼 要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啊 不要别人说啥就是啥 这个事情应该是去年9月份10月份吧 那几个评论应该还在那里,我没有伤 起这个名称 这个他妈绝对是来捣乱的 今天不讨论这位老兄的维修技术 技术高低跟我没关系 我也见过很多维修水平比我高的大师傅 就当纯的讨论一下这个名称 还有给我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 哇靠,别老是搞这种事啊 要不你就搞点正能量的事情 让我也跟着脏脏光 OK,还是回到显卡这边吧 修之前呢,先测一下有没有短路 几个稍微测下来都是没有短路的 金手指这边的组织也都正常 那就上机看一下是什么问题吧 开机之后 可以点亮 是可以显示的 也可以正常进入系统 驱动都能去上 来跑个鲁大师看看 跑了一圈鲁大师 也能跑完 跑分也都OK 乍一看呢好像没测出来什么问题啊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直接死机了 键盘灯也没反应 重启还是可以点亮 再次进入系统 再来跑一遍3D Mark 这个故障不是很明显啊 难怪会二修 进了这个测试的界面 屏幕开始出现了一些闪烁 又黑屏了 3D Mark 也跟着闪退了 看来问题就在这里了 不稳定 刚刚跑了一遍鲁大师 现在连鲁大师都会死急了 系统直接卡死 像这种不稳定的 还是来跑一下显卡的测试吧 先跑一遍MITS 自然是可以PASS MITS没有测出来任何结果 开始快速性能测试 超频测试的话呢 出结果了 跑了一个EDC报错 看一下结果 B通道byte6 高地质位也就是 B1 这上面还有个报错 A通道byte0 A0 A0也有报错 两个显存报错 跑了一遍 这个测试 NVMT这个显卡显存测试的话 测不出来结果 因为能显示 这个测试可能测卡B2 会明显一点 卡B2应该能测出来 像这种超频时机的 测不出来 那么他最终的结果就是 两颗显存报错 A0和 B1 是刚刚我们用这个显存性能快速测试测出来的 EDC 读取到错误的内存通道 B1 B1以及A0 这两颗显存 OK 那我把这张显卡拆开来看了一下 里面比较干净 没有看到明显的故障痕迹 显存呢 是同一个批次的 没有被动过显存 说是二修 但是也没有看到 在这里 显存供电这里似乎是有点焊油 像是被焊过似的 但是显存是没有被动过的 而且这个显存程式蛮好的 批次也很新 上面显示的是 P字IBT77 问一下朋友 这个是21年1月份生产的显存 显存生产是1月份 到显卡生产 到显卡出厂 到客户手里 到现在 我估计这张显卡 也不过才使用了一年时间左右 于是我决定把 爆错的这两颗显存 A0和B1 这两颗显存 先拆下来重置一下 卧槽 这个显存底下蛮多归姿的 难怪会坏啊 这归姿挤的也太多了吧 兄弟 来 近距离观察一下 这个显存的焊盘已经被归姿给袭击了 归姿已经清放了显存一半的焊盘了 把这一块给清理干净 显存呢 我决定给先给他重置一下试试 把它原来的这两颗显存给重置 然后再装回去 试一下 显存 重置完以后 我们再给他全部装起来 测试一下 希望能一次搞定 装上上热器 再次开机 进入显卡测试界面 把这个超频 显存给他超3%的频率 再来跑一遍 显卡快速测试 现在似乎是没有在报错了 原来的话 测试都到不了这个界面 一进去5秒钟就开始报错了 OK 经过7分钟的快速工厂测试 已经给出了一个PASS的结果 下面进系统来看一下 装上测试平台 跑一遍卢大师 卢大师可以跑完 之前是跑3DMark报错 卢大师的跑分还是很坚挺的 再来运行一遍3DMark 没有报错了 可以正常进入测试界面 运行的一些其他的测试 都能正常通过 跑了两天 都没出现问题了 也提醒大家 不要在网上随便相信陌生人 不要说在网上 看了我几个视频 就对我有这么大的信任 经常有人给我发这种消息 很感动 也很惶恐 这是捧撒呀 也很纳闷 就在网上看了我几个视频 哪来这么大的信任啊